最近南加州发生了地震非常的多 那么再度引发了内华达跟联邦的争议 因为在内华达百里之外 联邦准备要来建设核废料的掩埋场 而内华达官员说了 这个地区地震频繁 非常有可能造成核废料的外泄 会严重影响居民的健康 南加州Rich Crest连续两天 发生了瑞士规模6.4到7.1级的大地震之后 再次重启内华达州南部 与联邦政府长期研究核废料埋藏地点 停止不前的争议 尤卡山位于Las Vegas大道 Las Vegas Strip 西北约90里 位于Rich Crest镇央以东约108里 这个地区于1987年 被国会指定为国家核废料的掩埋场 这个计划在2010年 被当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雷德 以及总统奥巴马施压叫停 如今目前却没有35个州 121个地点储存过核废料 内华达州官员表示 在本月初两起地震之后 加强了他们反对核废料存放的争议 当地议员霍斯福德指出 过去43年中 尤卡山半径50里范围内 发生过621次 瑞士规模2.5以上的地震 地震本身便足以构成威胁 加上震后可能出现的 核废料外泄的可能性 也都加大了对附近居民生活环境的威胁 中天中望编辑报道